芋頭可以搭在甜點裡面 但我是火鍋芋頭派的 芋泥線沖出來的那感覺 就是噴進嘴 這個很可以耶 這只要35元耶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線啊 哈囉大家午安觀眾弟 我是我的老闆觀眾弟開箱頻道 今天來我們的超商新品系列 然後呢 這一次是全家便利商店 今天是我們的芋頭祭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非常覺得 芋頭可以搭在甜點裡面 但我是火鍋芋頭派的 一定有時候開始有潤子 你看皺眉頭 但是我覺得芋頭這個東西就是 可甜可鹹 但我比較偏好鹹的那一派 好來吧 今天來吃我們的芋頭新品 第一項 芋泥金沙山明治 這個45元 雖然看得出來 他應該就是有點 奶黃包 但變成芋泥的概念 其實芋泥吐司啊 像那個熱壓吐司 都很常出現芋泥這個口味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正常的 然後這個的話 它是冷藏櫃裡面的喔 超漂亮的耶 它中間有那個芋泥的金沙的成分 然後你看這樣擠的時候會 但是我這時候就要來檢查一件事情 喔還行 就是你們有看過一張梗圖嗎 就是那個火腿三明治 但是它只有最前面一頭的那個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我在想說 它會不會料也是只有最前面那個縫縫 但其實還可以 它在長這樣 它的料的豐盛程度 也沒有到完全尾巴啦 但是就是至少是有厚的耶 OK 欸我聞起來我們是 它聞起來有沙拉的味道 但吃起來沒有沙拉的味道 然後整體而言 它我覺得偏鹹 是因為來自於它的中間那層金沙 甚至它的吐司 不知道為什麼咬起來也有一股鹹味 沒錯 這一款對我而言 會是一個鹹品項 如果你認為它是熱壓吐司 然後中間加奶黃餡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有點失望 但我覺得還行 整體吃下去芋頭餡的那個豐沛程度 然後濕潤度 馬吐司其實也不甘 45元 我覺得 偏普通 下一項 第二項 玉泥脆皮泡芙 其實一直以來啊 全家便利商店的泡芙 都是我認為比較厲害的 但是我其實沒有很喜歡脆皮泡芙 因為其實脆皮泡芙 就是上面會淋一層白巧克力醬 讓它去凝固而已 然後它很容易掉細皮 這價格是45元 正安捏 而且為什麼我覺得它上面有點受潮的感覺啊 好啦 這個我就直接用咬的好了 咬開來大概長這樣子 裡面的玉泥餡啊 其實確實是蠻爆棚的喔 它確實是咬下去會 就是噴成整啊 那上面那一層巧克力的話 它並沒有脆 我看我剛剛目視就覺得它已經有點瘦潮了 它確實是比較偏軟掉了 但是我覺得它的空心感還是做得蠻好的 然後呢 為什麼我不太喜歡脆皮的原因 是因為上面那一層巧克力通常都比裡面的內餡還要甜很多 所以它入口之後 你會先感覺到泡芙皮的香 再來是裡面的芋泥餡沖出來的那個感覺 就是噴進嘴巴 然後裡面的芋泥餡的話 它並不會變成芋泥醬 它就是你真的吃到的那種 呃 像剛剛的那個芋泥那麼濃稠 可是呢 最後 是留下來是超甜的上面這一層脆皮 它真的是甜到翻 它甜到我現在牙齒有點痛 但它的芋頭味我覺得沒有那麼的明顯 有點被上面這一層白巧克力壓掉了 它有點被 生冰奪住 但是裡面的芋泥的量啊 給的是蠻多的 OK 再上 第三項是我們的芋泥奶香鬆餅 35元 這一個的話我就覺得很期待了 因為之前吃他們家的那個急鬆餅的時候 我發現 噢 真的是超商的麵包嗎 因為它認真讓我有驚豔的感覺 所以讓我覺得有點期待 它是銅鑼燒的概念啊 它完全把它的那個料 給 雞在那個兩片鬆餅裡面了 它就是用急鬆餅的麵包去包裹著那點餡 然後餡料它並沒有到非常多耶 老實講 然後 它好吃的就是它的鬆餅皮 聞起來就是 噢 它有蜂蜜的甜味 它的鬆餅皮真的很棒 來囉 我要講 你看 這個真的 蠻還好的 雖然還好 並不是它不好吃 它是好吃的 因為他們的急鬆餅是真的是好吃的 因為還好的原因是 它裡面的餡料真的太少了 你甚至要把它稱之為銅鑼燒嗎 也沒有辦法稱之為銅鑼燒 它餡料真的偏少耶 所以我在吃的時候 我並沒有感覺到那麼多的芋泥感 嗯 它的芋泥這個是有加了一個奶香 然後搭配那個鬆餅皮的蜂蜜香 確實是不錯 可是它的分布實在太不均勻了 也沒有讓我感覺到很厚的感覺 那它裡面唯一的好處就是 它的芋泥是有顆粒狀的 如果今天你是喜歡吃 裡面是有塊狀芋泥的話 我覺得它比較偏蜜芋頭壓碎 那我還是會希望它的 芋泥餡可以再多一點點 小可惜的地方 下一下 再來是芋泥麻薯麵包 我好久好久沒有吃超香的這種帶狀麵包了 它使用的是屏東檳榔芯芋製成的濃郁芋頭餡 這樣看起來好像應該是芋頭麻薯麵包 好香 直接吃一半給大家看好了 這可以喔 這感覺目測是可以的 你看 你的麻薯這樣子 唉唷 這一個感覺就有加分喔 這光視覺效果就很好耶 這個餡料超多 這餡料真的有多唷 這個很可以耶 這只要35元耶 這餡料真的是剛剛那個鬆餅的兩到三倍多 這個芋頭芡跟剛剛那個雞鬆餅的芋頭芡 對我而言吃起來是一樣 它都有塊狀的芋頭 快小塊塊 然後呢比較偏蜜芋頭去壓碎成泥的感覺 搭配那個麻薯真的是超讚耶 它整體是很鬆軟的 但它的芋泥的濕潤度又很夠 這個真的蠻推的耶 這是目前我剛剛前面幾款吃起來 我覺得目前最好吃的一個 它還蠻合的 它還很牽絲耶 真的是很棒 下一箱 芋泥金沙貝殼麵包35元 這也是麵包平常的 但是我要先講 我很沒有很喜歡貝殼麵包 尤其是它剛剛前面的那個三名字也是金沙 所以這個東西它應該吃起來是鹹的 你看它自己寫了 台灣芋泥與鹹香金沙 所以我猜這個應該是鹹的麵包 這個麵包烤的很漂亮 不得不說 它的外觀非常漂亮 就是一個芋頭色 底部也烤的有點焦焦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整體捏起來的手感比較偏硬 然後這個硬是指好的那種硬 就是不是硬梆梆的那個硬 是酥酥的那種 好乾喔 這要掉屑 你看它中間那個餡是乾巴巴的耶 它是那個奶酥麵包的感覺耶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餡嗎 你看我就說它會掉餡嗎 它整個掉爆耶 以為不知道我以為我在吃芋頭酥 我整個攝影機前面都是麵包餡 它又繼續掉了 反正不行 我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它真的是那個奶酥麵包裡面的那種 謝謝 然後裡面的麵包 它這個是偏乾一點點 趕快吃 它真的弄得很乾 講不出話了 好乾喔 嗯 好乾喔 我要喝水 好的 我只能說我個人非常 非常的沒有很喜歡這一款麵包 它對我來說太乾了 它真的好乾喔 它有點類似 它的口感類似什麼 類似司康 然後可是它又沒有司康那麼的鬆 它的是很 很厚實的 很緊緻的麵體 它就是完完全全是那種就是 沒辦法形容 很綿 很綿密 然後像我這種 口水粉蜜比較不足的人 吃它就必須要搭配一些喝的東西 然後裡面的餡料也都是偏 粉狀 乾狀 酥狀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是喜歡 比較偏乾的麵包的人 可能真的會喜歡這款 然後裡面的芋泥跟金沙 金沙對我而言像奶酥 然後裡面的芋泥的話也比較偏那個 芋頭酥 芋頭酥裡面的芋泥感 芋頭餡 總而言之我覺得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如果你是乾麵包派的話 緊緻麵包派的話就可以買這個 芋泥布丁塔 42元 其實我從來沒有吃過超商的這種蛋塔類的東西 蠻酷的 第一次嘗試 新奇新奇 他說裡面有香濃的芋泥餡之外 還有雞蛋卡士達的蛋塔 不得不說他長得蠻好看的 他就是烤的外皮來講的話是漂亮的 但他的蛋塔的話比較偏那種 你在一般的麵包烘培行可以買得到的蛋塔 跟那種肯德基的蛋塔又不太一樣 他好軟喔 你看他 他是可以捏的 他是可以這樣 他極軟 不像那肯德基的蛋塔就會比較鬆脆 然後比較固定型態 這對我有一點味道是童年的味道 他這個蛋塔 裡面可以看得到是有一層玉泥餡 然後上面的蛋塔是有卡士達醬沒錯 然後他的皮的話整體是比較偏濕潤偏軟 然後你富含比較多油脂 然後整體吃起來的話他是很綿密 很濕潤的 在你的口中繳繳繳繳之後呢 我覺得他會有一個玉泥淡淡的香氣 混合了雞蛋跟卡士達的味道的甜味 他玉泥我覺得是提升香氣跟提升整體的口感 然後他是沒有芋頭塊的 這個整體也是偏甜 但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要42元的話我還是最推剛剛那一個 馬薯麵包 如果真的想要吃的話 這可能也比較不會列入我 喜歡的名單當中 最後一項是我們的芋頭奶油滿餡麵包 35元 我記得這也是他們家的招牌吧 就是滿餡 他就是標榜他有把整個麵包都是滿滿的這樣子 然後他是說他是大甲芋頭餡跟芋香奶油霜 我們就直接來看看他有沒有滿餡好不好 有滿餡 有嗎 還行 還能夠接受我覺得 但至少他的芋泥的量 以目測來講是多的 但這一款麵包的話 他的麵包的體比較大一點 不像剛剛那個芋泥麵包的麵包體比較小 所以這樣吃起來不曉得整體口感會不會好 來試試看吧 聞起來很香耶 這個麵包體很香 真的很像大甲芋的那個麵包體 芋頭塊 嗯 這個我覺得是標準之上 裡面的芋泥的話沒有那麼的稠 可能是因為跟奶油雙混在一起 你又咬得到那個芋頭的塊狀物 所以你會在柔軟當中跟綿密當中 咬到一個可以咀嚼的芋頭塊 算是一個小驚喜 這其實沒有什麼好點評的 因為他就是一款 餡料中規中矩 麵包好吃的一款滿餡麵包 OK那我們來到推薦時間 好的那麼這次全家芋頭祭的話 芋頭的商品我們開了這麼多像麵包啊 三明治啊蛋塔等等 最後最推的就是這個 芋頭麻薯麵包 我覺得這一款它是CP值最高 它只需要35元 但它給你滿滿的芋泥 然後那個麻薯啊 跟那個麵包搭配起來完全是絕不絕絕 然後它又咬得到一點點芋頭的顆粒 本身我覺得它並不是奶香芋泥 可是它卻可以因為它的麵包 讓你覺得有股飄奶香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裡面是我吃起來 甜度最適中 芋頭量是最好的 最多的 然後呢 我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款 然後它價格又是比較便宜的 35元 這個還真的滿好的 我也滿推薦大家 如果你今天是上班族的學生啊 如果你想要買麵包來吃的話 然後你又喜歡芋頭的話 這個芋泥麻薯麵包真的是很好吃的 是這幾款裡面我自己最推的一款 那麼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你認為芋頭家在哪裡你能接受 還是你是個天生不能接受芋頭的人呢 如果你有買到一款商品的話 想要送我們分享新的 也可以在Instagram上面 Tag我們拍照 那我們都會看得到喔 那黃銘寶寶寶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下次見 掰掰